每一個人在人生的階段旅程當中 都會回到一個很孤獨很孤獨的一個 就會走到那一步 然後雖然這首歌會有點悲傷 我希望大家不會因為這首歌 開始不聽《棉花囊》 其實《棉花囊》也是有比較輕快的歌好不好 只是兩個人沒有辦法做 大家可以回去聽一下好日子 或者是馬戲團公約 我覺得那還不錯 不是不錯 是很好聽 這首歌叫《豆浩》 每一次的長途旅程 望著窗外總可以輕盈 讓回憶翻涌 而一心存在的夢 帶著想起的風 以及家鄉殘座上的風聲 現在屬於我一個人 漂亮的孩子 都想擁有個家 破碎的心裡 都需要希望 難過的時候 總幻想肩膀 低潮的時候 想念要我一個 快樂的時候 罪惡讓我害怕 你無視自責 更不用悲傷 早開的那班牆 在這思念 跟誰卻要 很多時候啊 你會在下面聽歌 然後很多時候你會換個角色 你會回家當別人的孩子 或者是當別人的哥哥 當別人的姐姐 或當別人的妹妹 或者是弟弟 到了學校 你可能是學生 也可能是助教 然後也有可能只是攻讀生 就是你可以在不同的階段裡面 發現你自己其實有很多 不一樣的角色 然後在每個角色裡面 你會發現其實自己有很重要的一面 然後是應該要被鼓勵的 也是需要被看見的 如果你覺得你很羨慕 那些在舞台上閃閃發光的人 或者是你很羨慕有一些人 他擁有一技之長 在自己的專業領域裡面 然後追求了自己的夢想 我要你相信 其實你也正是這樣子的人 只是偶爾你會覺得退縮 偶爾你會覺得迷惘 甚至偶爾你會覺得 這樣下去 是不是真的會有這樣子的未來 這真的是你想要的嗎 還是真的是 在你身邊那些大人所說的 對 這一行是有前途的 那我覺得 人的一輩子其實是很短的 所以不管有沒有前途 這件事情並不會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你在你的人生過程當中 你有沒有真正的 為你自己的夢想努力 就算那個夢想 對別人而言是非常渺小的 或者是非常不需要去努力的 那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是 如果你身邊有很親密的朋友 可能是你的男朋友 或你的女朋友 我覺得 你還是要記得 就算你在怎麼樣的為他著想 可是你還是沒有辦法 站在他的立場 跟站在他的角度 甚至他也沒有辦法 站在你的立場 站在你的角度 所以希望大家 都需要為自己活著 然後 繼續相信自己相信的事情 不要忘記初衷 如果大家忘記的話 可以今天回去 然後 覺得今天所有的表演 有很多的夢想 然後把它寫下來 然後 繼續往前進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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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怀是喉嚣的交絕 記錄著從眼中一生而過的景象 暗身穿過的木馬 飛去的遊樂場 還有幾度歡愉後的惆悵 現在 只剩我一個人 流浪的孩子 都想要有個家 破碎的行李 都是要希望 難過的時候 總很想緊張 地球的時候 想念要我遇到 快樂的時候 罪惡讓我害怕 你不許自責 更不用悲傷 早開的那班車 載著思念的失去 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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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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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开的那班车 载着思念的谁知道 错过的青春 带着多少人的情望 谢谢 谢谢